命定为王 第五章 神在审判美国吗? 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 许多基督徒便公开宣称 神正在审判美国 因为美国犯了罪 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时 我可以想象恐怖分子奥萨玛·宾拉登 正在阿富汗的某个洞穴中 大点起头 认为神就是使用他们来审判美国 拜托 当基督徒将这样的事件 认定为神的审判时 恐怖分子一定第一个大声说 阿门说得好 恐怖分子和基督徒的看法竟然一样 你不觉得这当中出了什么问题吗? 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无数家庭破碎 亲人和朋友陷入悲伤 这怎么可能是慈爱天赋的作为? 请好好读圣经 圣经说 神不愿一人沉沦 恐怖主义是魔鬼的工作 绝对不是出于慈爱的天赋 我也听到有些基督徒说 如果神不是为着美国的罪来实行审判 那他就应该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 让我非常庄重地告诉你 如果神今天审判美国 那他就应该跟耶稣道歉 因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一切 亲爱的朋友 神不会审判美国或现今世界上任何国家 美国的罪早已受了审判 在哪? 在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 罪在十字架上已经受到了审判 为什么我们还是看到神审判的证据? 但是牧师 神不是要以利亚叫火从天上降下来 审判那些反对他的人吗? 神不也叫硫磺和火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吗? 让我们来看看以利亚的故事 事件发生在以色列亚哈谢王的时代 圣经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亚哈谢派了一名五十夫长 带着五十名士兵去见以利亚 以利亚当时正坐在山顶上 五十夫长对他说 神人啊 王吩咐你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人 亚哈谢又派了另一名五十夫长 带着五十人去 火又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 亚哈谢第三次差遣一名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 但这一次五十夫长哀求以利亚 最后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存 至于索多玛与俄摩拉 圣经告诉我们 神从天上降下硫磺 瘤火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 并城里所有的居民 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正确分解神的话 牧师 你看 圣经中有清楚的证据 证明神会降下审判 来惩罚他的百姓 你需要明白如何正确地分解神的话 当我们在读圣经时 我们需要遵循使徒保罗 给提摩泰的建议 提摩泰是个年轻的牧者 带领姨夫所教会 保罗告诉他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今日许多基督徒活得 好像十字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一样 神要我们能够正确分解他的话语 神要我们机敏地正确分解他的话语 清楚分辨哪些属于律法的旧约 哪些属于恩典的新约 他要我们能够分辨哪些事件 发生在十字架之前 哪些发生在十字架之后 并了解十字架所带来的改变 今日许多基督徒活得 好像十字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一样 在圣经中 讲到两次神用火审判 你必须留意一个重要的事实 这些都发生在旧约 在耶稣被定十字架之前 不要只是听到我说神今天不会再降下火来审判你 你自己看看 耶稣谈到以利亚所做的事实是怎么说的 你还记得有一次耶稣要进撒玛利亚的村庄 但当地人拒绝接待他吗 当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些人拒绝耶稣时 他们说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一样吗 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 真是个好主意 你们真是我的好门徒 完全了解我的心思 耶稣有这么说吗 当然没有 仔细读你的圣经 耶稣严正的责备两个门徒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亲爱的朋友 在恩典新约之下的耶稣 和律法旧约之下的以利亚 他们的心灵是不一样的 耶稣要你心里有绝对的确信 相信他今天来不是要定罪或毁灭你 而是要拯救你 魔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 但耶稣来是要叫你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哈利路亚 你也要记得神 因为亚伯拉罕的请求 几乎放过索多玛 神答应亚伯拉罕 索多玛城中只要有十个亿人就好 他便会为那十个亿人而不毁灭那城 天使去营救亚伯拉罕的侄尔罗德时 我们看见就算只有一个亿人罗德 神也没有毁灭那城 注意天使对罗德说 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 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 我们不能做什么 天使要等到罗德安全离开 并抵达一个名为索尔的小城之后 才能行动 圣经告诉我们 在罗德进入索尔之后 神才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 来毁灭索多玛与俄罗拉 那些宣称911事件 是神在审判美国的人 意思是美国今天连一个亿人也没有 如果神会为了十个亿人放过索多玛 在耶稣已经完成十字架工作的今天 你不认为神会更善待人吗 就算神还是要求至少有十个亿人 今天你可以轻易的在美国 找到上百万个亿人 因为公义是神恩典的礼物 而在美国各地的基督徒 都穿戴着耶稣完全的公义 各位 911事件绝对不是神的审判 神绝对不是恐怖分子 而人子来也不是要毁坏人的生命 乃是要拯救人 用十字架来过滤所有预言 今天你所领受的所有预言 都必须用十字架来过滤 要是某人给你的预言 只是提醒你所犯的罪 或你将因罪而受审判 别怕 尽管把这预言扔了吧 千万别容许任何人告诉你 那些已经或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坏事 是因你所犯的罪所知 奉耶稣的名拒绝这样的坏消息 相反的 要开始领受从耶稣而来的好消息 当你面对艰难时 要持续相信他爱你 这爱透过十字架彰显出来 而他也会叫一切魔鬼的邪恶作为 转为对你有益 你彰显他的荣耀 当魔鬼用柠檬砸你时 神会把柠檬变成柠檬汁 让你好好享受 我的教会 有一对年轻夫妻失去了孩子 某个自称先知的人告诉他们 他们是因犯罪失去孩子 当我听闻 此说时 真的非常生气 这样的说法真是残忍 这对夫妻正在悲伤中 而这先知不但没有鼓励于造就他们 反而利用这机会 假装自己有先知性的话语 伤害了神宝贵的百姓 不是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拥有答案 但我们可以完全的确信 我们所经历到的负面状况 绝对不是神的工作 也不是因为犯罪而被惩罚 当我们确信 知道神站在我们这边 而非抵挡我们时 我们便能相信 恢复 突破 与好事 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教会的领袖 告诉那对年轻夫妻 这绝对不是神 在惩罚他们 领袖们强调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 他们的罪 就已经得到惩罚 这挪去了他们心中的罪纠感 与定罪感 在那之后 神又祝福他们 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当我们确信 知道神站在我们这边 而非抵挡我们时 我们便能相信 恢复 突破 与好事 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也说到其他夫妻 见证神 如何在这方面 恢复他们 这些夫妻 都有一个共同点 在他们听见恩典 福音的 好消息之后 便从罪就感 与定罪感中 得到释放 他们不再相信神 是要抵挡或惩罚他们 而开始相信神 站在他们这边 他们开始积极地相信 神的恩典与良善 之后 无所例外的 每个人都得着恢复 这就是我们的神 当神恢复时 他的恢复在质或量上 总是带来更棒的 但你想想 若这些夫妻 继续荒谬地相信 失去孩子 是神为罪责罚他们 他们永远不可能 有勇气相信 神会恢复他们 再给他们孩子 亲爱的朋友 你的罪在十字架上 已经受到惩罚了 神站在你这边 若神站在你这边 还有谁 能与你为敌 我要再与你们 分享另一个见证 在相信神的爱 恩典与良善之后 医治如何临到 一位宝贵的女士 亲爱的牧师 去年初 我被诊断出脑瘤 核磁共振显示 肿瘤差不多有1.5公分大 新加坡综合医院 脑神经外科医生 告诉我 若我再晚一点就医 脑瘤就会压迫到 视神经 影响我的视力 医生给了我两个选择 立刻开刀 切除肿瘤 手术风险是 除了有20%的几率会失败 我还可能会有一只眼睛割掉 或是服用药物 医生说服用药物 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减小 大部分病人服药一年后 肿瘤才开始缩小 这些消息对我和家人 是很大的打击 我还记得我告诉自己 若是真的失去视力 那还不如死掉算了 这时候我家人决定 将整件事交托给神 要信靠他 并祷告求神医治 我们选择接受药物治疗 在那段时间 虽然我愿意相信 神的爱与良善 却还是常常这样疑惑 神是不是不再爱我了 他真的在乎吗 是不是我犯了什么错 所以他才惩罚我 我是不是该咬着牙 接受这个情况 直到我的同时间朋友 给了我你的讲道CD 你的信息再次提醒我 救助对我的爱 恩典与良善 而我相信 就在听你的信息时 我的身体开始得到医治 在服药一个月后 我血管中的催乳素浓度下降 身体中的化学物质趋于稳定 又在服了药两个月之后 核瓷共振显示肿瘤已经小了一半 我非常受到激励 但最重要的是 我非常确信 神正在我身上施行医治 他非常爱我 也在乎我 知道我正在受苦 并为此着手工作 最好的消息发生在八月初 核瓷共振显示肿瘤完全消失了 医生也非常惊讶 不停地说 大部分病人 即使肿瘤缩小到这个程度 还是会找到残留的肿瘤细胞 但我身上的肿瘤境完全消失 一点残余细胞也没有 言语无法形容我对神有多么感恩 我知道是神医治了我 但更重要的是 我确信我是神的孩子 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所做的 我是公义的 我深深知道神是如此爱我 且在乎我 这让我很有安全感 和神的关系非常稳固 我要将所有荣耀与赞美归于神 如今我是得医治 完全并满有平安 全是因为有人传讲了 恩典福音的好消息 见证人 洪康尼 新加坡 大卫对蒙福的定义 若这位女士继续相信她的病 是神 对罪的惩罚 她就只能咬着牙 接受惩罚 不会寻求神的医治 但赞美主 神在她的情况下 带进亮光 让她知道 她有多爱她 但是牧师 神不也因着大卫王 犯了罪而惩罚她 让她失去孩子吗 别忘了大卫和以利亚一样 都早于耶稣的十字架 你在新约中完全找不到神 因为犯罪而惩罚基督徒的例子 好好研读圣经 不要只是人云亦云 当大卫犯罪得罪神 和巴士巴犯了奸言 并击杀她的丈夫 乌利亚时 罪 临到大卫身上 而他受到惩罚 虽然惩罚中仍有神的怜悯 但因大卫是在律法之约 而非恩典之约下 他终究是受了惩罚 保罗引用大卫的话说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你知道大卫指的是谁吗 很明显的大卫犯了罪 所以不可能像某些学者说的 是指他自己 大卫是看见了未来恩典的约 他所指的是你和我 这群在恩典约之下的新时代 主不算为有罪的意思是什么 这代表你永远不会再犯罪吗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是要释放我们 让我们不会再 有犯罪的行为或想法吗 如果是 那我必须告诉你 他失败了 我们都非常清楚自己 还会受到试探 会有不好的想法 也会想要犯罪 而我们也真的有犯罪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我 有谁真的完全没有受到试探 也从来没再犯过罪吗 亲爱的朋友 当大卫说 主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 他的意思是 就算这人犯了罪 神还是不会把他看为有罪的 也不会再为了他的罪 而施行惩罚 你觉得这个消息太好了 不可能是真的 但这就是大卫 会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原因 而这蒙福的人 就是你和我 今天 你之所以是有福的 是因为主 不会再去计算你的罪 因为耶稣 已为你的罪 被钉上了十字架 你再也不会因自己的罪受罚 你的罪 已加在耶稣身上 不再算在你的账上 在有耶稣保血 作为遮盖的恩典新约之下 神早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审判了所有的罪 这意味着 就算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罪的惩罚 还是不会临到你 罪的公家乃是死 而耶稣已经为你而死 你的罪已经完全归到他的身上 今天 你之所以是有福的 是因为神不会再看你的罪 因为耶稣已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不会再因为自己的罪受罚 看约翰怎么说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 一者耶稣基督 他并没有说 若有人犯罪 他必要为他的罪受刑罚 不 在恩典之约下 耶稣成了你的中宝 以及律师 他代表我们站在神面前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耶稣在神面前是公义的吗 是的 那么你也是 耶稣完全被神接纳吗 是的 那么你也是 耶稣得蒙神的悦纳吗 是的 那么你也是 当你了解了耶稣 为你所做的之后 这其实会让你更想犯罪吗 当然不会 事实是 当你知道他承担了你 当承受的所有刑罚 只会让你深深爱上他 也会让你得着力量 不再受罪捆绑 不是大罪人 但是牧师 我从来没有犯过奸淫 也没有杀过人 我没有真正犯过重大的罪恶 我觉得我已经守住了 所有的摩西律法 那么 当有人 没打 信号灯 就变换车道 切到你前面时 你有没有不爽 你有没有对丈夫或妻子 生过气 上述问题 只要你有一个答案 是肯定的 那你就是个杀人犯 你心中是否曾对异性 动过一面 如果有 那你就犯了奸淫 你怎么可以说 我是杀人犯 强奸犯 等静点 不是我说的 是主耶稣说的 他说 你们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不可杀人 又说 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公会的审判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活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 就动一面的 这人心里 已经与他犯监隐了 我们要用圣经 而非自己的标准 来判断我们 是否犯罪 我们要用 耶稣的标准 人们将 摩西律法的标准 降低到一个程度 好让他们 能够遵守 但耶稣 却将律法 带回他原本 公义的标准 人可以致力于 外在的遵守律法 如法利赛人 但耶稣却告诉我们 心更当守法 若你在内心方面失败了 外在也必失败 耶稣让我们看见 人不可能 因遵守律法 而成义 唯有他 能代替我们 遵守律法 也只有他的恩典 能使我们成义 神并没有将罪分类 不论是大罪 或小罪 罪就是罪 他也不会 看你犯罪的次数 只要犯了一条 就是犯了全部 世上每个人 都需要完完全全的 倚靠神的恩典 因为 没有任何人 能靠自己的力量 遵行律法 圣经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按照耶稣的标准 我们都犯了罪 好消息是 就算你犯了罪 神也不会审判你 我们全部的罪 都已经 在十字架上 受过审判了 哈利路亚 千万别被 其他说法动摇 小罪 多谢 小罪 多谢 小罪 小罪